今日的ET个股推介就是大唐发电991 简选原因是春节假期后内地复工复产加快推进 开工潮带动用电需求回升 电力股今年的业绩预料会持续有所改善 推介大唐发电 公司上星期发布业绩预告 预期去年亏损4亿至5亿5千万元人民币 主要由于期内现货煤价高位运行令火电承压 水电顺其泥水偏差 对比2021年公司去年亏损已经大幅减少 2021年亏损91亿人民币 市场看好了公司的 长协煤利约率提高和新能源业务加速发展 有助支撑业绩 根据彭博的综合预测 大唐发电今年将会扭规为盈 赚大约23亿人民币 今年会进一步增加46%至38亿人民币 策略走势上大唐发电至去年11月以来持续向上 昨天收捕一个4号楼 升穿下降轨 目前正回补去年10月的下跌裂口 走势转强 策略上有货的投资者可以继续持有 目标先看去年10月高位 即过8区 未持有的可以抠过4级纳 跌穿过3就适宜减持 根据彭博的综合预测 大唐发电 今明两年的股息率达到7.9厘 再继续一下 再继续一下 明天到介绍 在社交病院下转省相 应该关系